na 冰上曲棍球有聽過 草地曲棍球有聽過 其實軟式曲棍球有聽過 但我估計很快 公司也很喜歡把運動拍成劇 我今天學習一下 我剛才的劇集就有得做 我叫鄧建宇 我是香港圓式谷棍球的教練 這種運動是源自於瑞典 它是源自冰球,即是英文的 因為它在冬天的時候會玩冰球 夏天沒有冰的時候 它會研發了圓式谷棍球 這種運動 它很簡單,一枝球桿和一個球 就可以玩得到 軟式谷棍球和冰球的分別 場地大小都相約 也是一個40米乘20米的場地 因為冰球有圍板 我們軟式谷棍球也會有圍板 令整個比賽節奏會比較流暢 沒有那麼多界外球 或者會有些中止比賽 令比賽比較流暢 而且相對上它的碰撞是沒有那麼高的 因為它提倡一個不打桿 不碰撞的一種運動 相對上比較容易推廣 圓式谷棍球其實在2014年 引入了香港 總會是2017年才成立的 我玩了這種運動五年 其實我之前也是玩冰球 我打了冰球十多年 我之後是機緣考核 看到這種運動就接觸了 玩了五年 當我接觸到軟式谷棍球後 因為冰球相對上是一種圓餅型的 一個砰撞,又重很多 軟式谷棍球只有十多盎司的球 所以打上去時很容易會飛起球 因為不需要那麼大力量 就可以打起球 所以要適應技術 球桿相對上變短了 所以可能要所有的姿勢 而且流冰是主要的 軟式谷棍球就要跑 相對上是比較不習慣 因為流冰可以滲滲 但軟式谷棍球要跑得更多 體能需要也令我們高一點 軟式谷棍球在香港是容易接觸到 因為香港流冰場相對比較少 只有幾個 但軟式谷棍球可能一支球桿 一個球在一個球場 足球場、籃球場都可以玩 所以可能約了幾個朋友 可以到樓下玩到 所以相對容易練習和可以玩到 現在軟式谷棍球 主要在學校推廣 不論小學和中學都有做推廣 小學和中學都會舉辦一些學界比賽 學校的數目都達到幾十間 差不多 所以如果公開成人 香港有五、六個球會 都有球會的練習 我們未來也會組織聯賽 可以令大家有更多機會交流和切磋 現在國際層面上 有一個IFF國際總會 他們每兩年會舉辦一次 世界錦標賽 首先要打一個資格賽 之後才可以到最後最後的細錦賽 亦有一些世界盃 不同地區性的世界盃 如果我們說亞洲區 其實新加坡和泰國 都推廣得很好 因為新加坡已經在 全新加坡的學校 都有這種運動進入 所以他們在國際水平 相對上已經到了 瑞典、芬蘭等國際水平 我們在香港 暫時參加過一些全國的賽 另外有些亞太區的賽 都參加過 有些U15、U18的組別 都成功能取得冠軍或名次 如果在工作程度方面 我本身也是一個冰球的教練 所以我機緣巧合 接觸了軟式高級 所以也做了教練 其實如果提到教練的層面 首先要我們預約一個 初級導師班 起碼要接觸認識這種運動 一定的時間 我們的導師班主要教你 如何教小朋友 如何拿棍 或者如何控球、傳球、射球 這些基本的技術 之後進階會有戰術上的 有組織和團隊的指導 如果要去到港隊 另外我們要考國際級的教練牌 國際分為三級 一級、二級、三級 我作為一個教練 我當然希望 第一,最多人可以接觸到這種運動 如果要接觸小朋友 有趣味性要高一點 因為始終初接觸這種運動 是相對比較困難的 因為始終不是很多運動 是要拿著球桿 所以可能有些協調性 那些方面 如果你只做一個動作 可能他們會覺得很沉悶 所以要加多一些趣味、油氣 讓他們容易接觸這種運動 如果去到高水平 就需要一些戰術 需要一些團隊插助的訓練 要更多 而且要令團隊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去贏一場球 或者定了一些目標 讓他們達成功 如果你說我最難忘的 作為一個教練的經驗 就是去年我們有一個全國賽 在江西舉辦的 我們第一次派隊員U15、U18 去出隊 我主要負責帶U15的球隊 我第一次以一個主教練身分去帶 幸好可以獲得一個冠軍 面對著全國、上海、很多大城市 一些很強勁的球會 我們始終疫情過後 我們再重新訓練 所以我們訓練的時間都比較闖絕 但最後我們經過很多不同的強隊 最後在決賽我們很緊湊 先落後再反敗為勝 得到一個總冠軍 其實也是一個很難忘的經歷 如果我們現在總會未來 希望可以推廣更多這種運動 就是我們希望在不同的社區 可以跟不同地區社區的團體合作 可以令更多人接觸這種運動 可能社區中心 可以訂立一些行常班 一些暑期班 另外也希望會成立一些清廟 可以令到六至八歲的小朋友 可以提早一些接觸這種運動 令我們的梯隊更健全 可以令U15、U18或未來的成人隊 或是女子隊 可以多些成員參加 Jason教練 是 今天很開心 因為之前已經體驗過玩冰球的運動 聽說今天學習這個軟式曲棍球 跟它也有點類似 是 是真的嗎 對,因為冰球可能是在冬天玩的 在北歐上 夏天沒有冰 就研發了一個軟式曲棍球 讓他們在夏天可以在地上玩 軟式曲棍球 其實我們平時最重要有甚麼裝備 其實是一對運動服、球鞋 還有一枝球桿和一個球 這個軟式曲棍球就可以玩到 我想知道這個軟式曲棍球和桿 是否比較軟和輕 它是很輕的,只有14盎司 打下去有26個洞 可以有些船、有些篩 可以有更多變化 平時我們玩這個運動的時候 如果跟別人比賽或練習 是多少人打多少人 如果一個正式的比賽 就是連龍門一隊有六個人 但有後備球員,無限換人 可以令節奏更流暢,六打六 通常是打多少節或時間 一節是二十分鐘,打三節 體力的耗動也很大 對,很消耗體力 我想知道龍門的加油 跟冰球有分別嗎 龍門會輕一點,但大小是一樣的 如果玩這個運動的時候 有分別的位置做不同的崗位嗎 也有,首先有守門員 我們會分為三個前鋒 兩個後位 前鋒又會分為兩個翼鋒 一個是中場 如果作為新手學習這個運動 一開始應該由哪個位置入手 前鋒相對比較容易 因為只是向前進攻 防守方面的意識 實在是需要高一點 所以可能會比較相對上難 至於技巧方面 一開始要學哪些技巧是最重要的 首先要懂得控球 因為始終球很輕 如果你無法控制球 就很容易送球給對手 那不如我們現在由控球開始學習吧 好 那就實戰吧 好 好 另一隻下手托著棍就可以了 記住這裡要包著它 因為我們打比賽時 可能凸出來就會打到其他人 或者捉到自己 安全地記住,要拿著頂部 就是拿著頂部 對,首先最簡單的試試 球要控制在兩隻腳的中間 對,拉大隻腳 左右左右,一個拐彈 最簡單的 這個就是運球 對,最簡單的,左右運球 左右… 對 也有點難控制 對,記住可以多用上手手腕 要扭手腕 你可以包著球 對,左右…包著球 好的 對,之後可以試試球 在腳的旁邊前後… 對,在腳的… 前後的幅度是嗎 對,前後,可以再大幅度一點 去到腳的後面 已經不見了 對,不要緊 好,再來 太大幅度了 對 雖然球好像很輕 但也比較… 也難控制 對,太輕了 因為它輕時,一揮桿 它會用很大的動力 對 好,前後… 我們將兩個動作進行 前後,然後再左右 也很難控制 對 可以坐低一點 好,你坐低一點嗎 對,比較好 可以儘量球桿黏著地上 對,黏著地上推上去 對,這樣會更容易控制球 但我反而覺得難度 例如去右邊時會比較好 但左邊… 回到左邊 因為球桿的弧度不是繞著 有甚麼小技巧可以… 所以要扭手腕 對,最重要的手腕是蓋著它 這樣可以蓋著它,控制著它 明白 對 當基礎的盤球學完之後 我們可以試試做一個傳球 我和你一起傳球 對,我們面對面 我先把球給你 對,我們放在正手上 對,剛才為何我要做前後左右 傳球時,我們永遠都在後面 對,傳出去 對,指著對方的掌 我接球時就是繞著它 接球時,掌放在前面 對 綁著它 對,接著它 拉後,推出球 對,非常好 我們接球後又可以傳出去 對,拉後 對,接球時可以順勢射力 接球後就可以直接傳出去 放後一點 對 對,非常好 好像控制得不錯 對,不錯… 對,棍子不要放在這裡 如果放在這裡 太大,球就會撞走了 就可以拉後射力 然後馬上傳出去 否則就會彈高 對 因為球太輕了 彈高了,在比賽上算不太好 對,因為不夠流暢 你要再浪費多時間 去控制球,微調的球 即是多了那個不穩定性 對 越貼… 即是否越貼近地面的球 就越好 對,因為如果你的球 可能向上 就要浪費很多時間再調整球 儘量貼近 即別人有機會抄截到 對 對,你又很難去控制球 好,之後我們就教射球的動作 我們剛才做了全球的動作 其實全球跟射球的動作很相似 因為我們射球不是打拘捕球球 而打在球上 我們是把球拉後… 掃出去 對 掃出去或射出去 射出去 對 對,我們把球拉後 然後指著你的目標 對,指著你中心 對 即是高呼到中間 對,看視乎你在哪個角度射球 我們對著正方指著你的目標 如果我斜了 就要多點把球拉後斜 對,只要計算角度 對 其實這個技巧一定要練習 譬如傳了那麼久的球 最後最重要是得分 對 對 好,拉後射出去 對 好,之後我們試試 可以再大力一點 對 通常大力一點 掌成就沒甚麼用途 對 對 對,嘗試一下 去到後再指著,不要打開 好,去吧 去到的 對,去到的 明白 對,拉後射出去 對 非常好 對,肩在中間跟著高呼 感覺上好像力量較低 較低,但角度又… 比較難控制 比較難一點 對 好 通常是否練射球 也是練這個距離開始 對,因為太近就沒甚麼意思 這個距離兩至三米就差不多 明白 再練幾次 對 對,非常好 真的不容易 對 現在平均是一下穩定,一下不穩定 對 可能比較緊張 對 對 彈著彈著就是不好嗎 不是,可以的… 始終彈著彈著有機會 之後才會學習嗎 對,因為始終最基本的射球要學會 之後會有其他不同的拉射的變化 是高的技巧 那我現在是否可以下場試試 跟其他隊員練習一下 對,可以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切磋 交流一下 可以看看他們怎樣下船 好,可以去那邊看看 Jason教練 待會我們試試這個比賽 會有多少打多少個 我們待會會三打三 你會另外有兩個守門員 我想知道 譬如今天練習是三打三 如果在比賽的時候 會否人數會有不同 一個正式的比賽就是 五打五,另外有兩個龍門 其實國際層面 也有現在開始推廣一個三打三 就是待會你會試玩這個目的 有點像我以前打籃球 也是有平時的街場打三打三 平時比賽五打五 對,希望推廣可以更容易 因為場地未必 各個地方可以設定標準 40乘20米的場地 所以小一點的場地 也可以做出一個比賽 我平時打籃球 進攻和防守都是一個守一個 待會下場 我要怎樣做才可以幫忙 你用這個意識,現在也可以 因為我們這種運動 都是一個對一個 如果我們三打三 就一個拉著一個 這樣就會比較容易 不要像猴子搶球 三個人追著一個球 這樣就可以容易掌握這種運動 有這個意識和概念 待會應該沒有打得那麼亂 我不會 對,最重要是跟隊員溝通 可能互相保衛 待會靠你做評判和防術 好,沒問題 讓我體驗一下 剛才連真球也學習了 平時籃球跳完球也會開球 我們是否可以開球 事不宜遲,就試試玩 教練,我一定會搜尋誰 你跟球員偷通一下吧 我們搜尋誰… 好,一個、一個 我們搜尋誰 我們明天是搜尋誰 剛才教練說 人釘任何一開始 如果真可… 現在… 那我試試看18號吧 但他好像很高大 原來可以繞過龍門嗎 對 看看隊友… 體力不計 好,每月進完一球 我們會重新做一個真球 有點體力不計 這個運動這麼累 可以過去逼他 對 米八多還逼他 一目測這麼高,迫不住他 試試 很大,油花園 非常喜歡 Jason教練 其實我剛才玩過這個運動 我發現不僅是進攻的很重要 其實防守也很重要 我們隊的高高的同學 他的控球就像你說 桿桿和球好像黏在一起 然後對面更厲害 有個女生,她一下子滾滾到後面 但隊友有默契截到 其實是否這個運動的精妙之處 對,因為除了要有個人技術 還有團隊合作也很重要 所以他們經常練球 大家需要默契 知道你去到甚麼位置 在哪個位置就可以支持你 這是經過長時間練習得出的結果 而且剛打完比賽 我打算偷偷取經 他說除了盤球練習以外 他說可以用腳,甚至插花也可以 對,因為我們除了用棍外 腳也可以用第三支棍 可以用腳來控球 但我們不能用腳踢入籠門 其實練習完球桿 有很多技巧要練習 對,所以除了手腳協調之外 所有身體都需要練習很多技術 我忽然忽發騎上了 如果平時踢球的朋友 如果入手這個運動 豈會厲害很多 也會不錯 因為起碼有體能,可以跑得 而且腳也可以幫助手 所以踢球的球員 接觸運動也不錯 即是可以騙人嗎 對 真棒… 剛好我們打三打三 其實已經爆發汗了 如果五打五,場地會否更大 場地應該會更大兩倍 對,40乘20米 跑動會更大 但我們相對人數會更大 而且剛才提及過 我們會有後備 其實每個球員在場地 打一、兩分鐘 會換一些有氣、有力的人 再打兩、三分鐘再換 有無限緩營的方法 可以保持比賽的節奏 更加流暢那麼快 譬如我們打下去已經熟透了 知道自己的崗位要做甚麼 其實會否有戰術 或配合會打出來 我們會有設定的表演 因為我們會有開的自由球 有些佛球 好像足球一樣 會有戰術 可能會如何設定一拳 然後起手射球 也有這些戰術 那即是博大精心 讓我慢慢學好陪球 玩軟式曲棍球 我發覺是一個很好的大運動 如果大家想除了在跑步 踏單車或游泳以外出汗 我想軟式曲棍球會很幫助你 而且你一定要用防守的方式 就是全場人的一人,介紹完畢